過關飛,寶威威29倍,落到22倍,他穿了綠燈 香檳王8.5變4.2,還有啡燈 有個高風險在 我們一開閘的時候,快一點點馬外面 有這隻就是香檳王,就是前面走 中間還有這隻就是壽比藍山,還有這個就是寶威威 內蕩的馬走上來,還有一隻招財名 中間還見到榮王財粉和三粉蒙帽 後面大約在第六位,內蘭曉勝區 最後多小馬筆,就見到好旺財和高分貝 暫時電後幾匹馬,就見到嬌陽飛區光亡4.4,魚雷 尾指就是太平洋暫時電後,就是快刀 向著一千米斷駐進發,前面招財名區貼欄方 接著在第二位,就是香檳王 在後面進展第三位,就有榮王財在內蘭 第四位就是這個十足十 最後多小馬筆,黃山黃帽 第五位就是壽比藍山,內蘭攝上來,還有曉勝區 但我當走一隻上來,黑色三位就是嬌陽飛區 中間好旺財,最後多小還有這個寶威威,魚雷 尾指就是粉紅眼袖,走出去外面,就是高分貝 暫時電流幾匹馬,有光芒四射快刀,還有那隻就是太平洋 好,來入直路的時候,前面看到這個招財名區,佔先半個身位 首先進來,中間上來,有隻香檳王,紅帽 中間位置,藍眼罩,十足十 在外面就是壽比藍山,帶我多上來就是這個高分貝 到最後兩百多米,前面招財名區,亂了步 但是還是佔先,外面蓋上來就是高分貝 前面的位置還有香檳王,這個時候看到光芒四射 中間位置會不會穿上來,最後一百多米,高分貝已經突圍出 中間一路蓋上來就是這個光芒四射,接近終點了,高分貝贏了 這個就是光芒四射第二,第三要拍照,招財名區和好旺財 結果這隻高分貝就在外面,殺上來就爆出一個纜末 第二名就是光芒四射第三,好旺財,第四是招財名區 都頗刺激 你看看 嘩,被他招財了 是這樣的啦,高分貝 十三、十四的隊伍也是佔著這場馬 嘩,好旺財,今天這樣跑法還不是 十一、十四,他也有點塞塞 十三、五的 那隊馬始終你在跑馬地過來,十足十香檳王 今天這次十四很拚命 拚命啊,還不拚命 十三、十四的隊伍也拚命 十一都不拚命 今天香檳王搶啊,在外檔 十三檔 和你客氣啊,十比藍心又走 我就說,你只是一包占六,你還要屬後一點 你包得那麼前,你怎樣去變啊 永昭 永昭 十足十這個隊伍也OK的 永昭 永昭就在一旁邊 這隻再來旺財,你弄個不是善童 是弄個愛德下去的手 那些姜誠是不同的 古旺財啊 小勝區一邊啦 這些位置都OK 光芒四射就後一點了 黃三,紅帽 尾四位置,尾五 阿楊鑰,他正在走上來 惡碟,走了就沒有啦 都會摸到這種馬跑法的啦 高分配就是黏著在光芒四射旁邊 很幸好有直路 待會才拿到位子出來 這隻馬,如果辭望空便不接 他只追不及,因爲他會是濫的 這裡大家都開始拿出一點點 可能地在裡面的幾乎 直路會有一點慢 十足十,比較輕輕一點 嘩,那隻很威威,亂了龍 那隻嬌陽飛驅兩頭撞 這裡已經被高分輩衝行了 你看看白威廉 中間撞上來 香檳王也不能斷 又不是很差 香檳王和壽比藍衣 差不多和十足十 十足十都是中